台灣時間二十八號晚上八點半 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睽違四個多月 進行拜登上任以來 兩人第五度通話 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對談中 其中這個議題最受矚目 拜習此次通話 將談及俄乌戰爭 中美貿易以及印太安全 只是裴洛西來不來 宣兵奪主成為兩人對談重點 拜登重申強烈反對 單方面改變現狀和台海和平穩定 官媒新華社則指出 習近平強調絕不為台獨留下任何空間 更警告美方玩火必自焚 習近平強調 黨的十九大以來的五年 極不尋常 極不平反 我們堅持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根據CNN報導 習近平將於今年十一月二十大 迎接他第三個五年任期 疫情已經重挫中國經濟 此時對外政策若過於軟弱 將重創他在黨內權力地位 統一祖國 制止分裂 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神上使命 面對中國頻頻恫嚇 又有消息指出 裴洛西將在二十九號 啟動亞洲行 不過是否訪問台灣 依舊存在變數 如果佩洛西回落後 她會失去面子 所以我認為那些靜靜的 協議會通過 我猜是Nancy 佩洛西 會去台灣 美國政府必須支持她 一個巨大的軍事 台灣議題 美中雙方看來還是各說各話 美國高層也透露 兩人也沒談到解除 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 不過傳出拜習兩人之後 將安排面對面峰會 儘管專家認為 習近平有二十大的顏面要顧 立場估計不會軟化 不過台海危機充滿太多變數 如果質疑武力干擾 對北京穩定政權 恐怕也會造成反效果 3D新聞 謝廷浩 向敦偉報導